好 再接著看到新北市這邊 今天是新增了六例的確診個案 而從這個疫情爆發以來 新北市的總篩減量 已經超過了十七萬 對此市長侯友宜就說了 昨天新北市的陽性率是零 可以看出這個廣篩 確實是有發揮功能 而雖然說這個廣篩做得不錯 不過在施打疫苗方面 確實引來了批評 因為市府是讓一百六十八處的市場 還有夜市攤商來打疫苗 不過為在中和的新南夜市 因為他們改成店面來經營 是被排除在外 沒有被列在這個疫苗的施打名單當中 對此議員就痛批市府冷漠無情 排樓上大大的字樣 寫上南市角新南夜市 不過明明新北市一百六十八處市場和夜市 都在施打疫苗 新南夜市卻沒份 探商們難以接受 原本以為問題出在新南夜市 沒有自治會才被秉除在外 不過市府這樣回應 目前的存在形態是以沿街商店的形式 沒有辦法按照第七類疫苗人員名單的方式 來做造冊及提防 市府以及侯市長不要遺忘這一群人 之前中和安樂市場 也因為沒自治會被排除在接種名單之外 市府承諾儘快協助 這回沒答應新南夜市訴求 除了攤商殯葬業者也希望爭取更多疫苗 還有廣篩也為防疫立下大功 觀察新北市八號新增確診個案 只剩下六例 不過面對七月十三號為解封侯友宜態度很保守 畢竟全臺灣還沒完全加臨 侯友宜呼籲市民保持低度活動 面對疫情不能有一點鬆懈 華視新聞江聲宏黃瑞霖新北市報導